被吠发怒,暴力伯雨伞打狗三分钟 云林县四同乡一家竹才行,养了一只小黑狗开门 前天上午一名阿伯路过,小黑发出吠叫 阿伯被吠,火气很大,竟拿起雨伞猛打小黑 打四十秒后,似乎打够了 走到路口看到红灯,转回来抄起木棍继续打 来回打了三分钟,直到被人喝止才离去 目击者说,阿伯临走前还恰恰,叫一次打一次 小黑被打后显得畏缩恐惧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将影片po上网 网友大骂打狗阿伯变态,要发动人头搜寻把他找出来 加速疾病防治所表示,阿伯虐狗行为已违反动物保护法 最高可罚七万五千元 动新闻狗狗无辜报道 越南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